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人 你的渴了 谢谢 请问 从这儿去陪人书院还有多远了 陪人书院 不是太远 如果开摩托车走山路的话 大概半个钟头就到了 如果你开那辆车 那就要走大路了 要两个多钟头天黑才能到 没关系 我不怕黑 你去那儿干什么 那间学校呢早就倒闭了 你是不想买那间陪人书院啊 我冲锅好茶给你喝 那间学校呢在树林里面 不见天日 阴僧得不得了 非常恐怖 还有啊 那个校长呢他有毛病 他居然开价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谁会买啊 照我说啊最好就是二十万 不是 二十万还嫌多了呢 你不明白老人家心意了 卢校长在陪人呢 教了几十年的书 有感情的嘛 怎么舍得卖呢 所以故意抬高价钱 就没人买咯 去 既然他这么有感情 那就继续交下去咯 又没人逼他 干嘛要卖呢 你懂什么呀 卢校长出身书香世家 慈善为怀 为了办好那间学校啊 他自己四十多岁了 才结婚生孩子 他真是个好人哪 卢校长是好人 卢校长对他儿子宝贝得不得了啊 那年 我跟他儿子卢强打架 他也不问谁对谁错 就把我赶出学校了 大家全都看见了 是卢强打我嘛 他在学校称王称霸 放了学 又跟着那些臭响们在一起 卢校长夫夫不知道 如果知道了早气死了 话说回来 陪人停办了十几年了吧 十七年了 那年刚刚放完春节假期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突然之间就说陪人不办学了 唉 无端端的我们就没书念了 有个女同学啊 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劝都劝不了 没隔多久啊 卢校长就说要卖一百二十万咯 靠 就算我有啊 我也不会买那些破房子 那块地又不值钱 况且空这儿了那么久 不知道有没有脏东西 对呀 好久没见卢校长了 也不知道他死了没有 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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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嘘 都是 不错 吗 嘘 你看 睿窦 嘴 是不是 可 伯德 好 吗 只 燕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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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有没有人哪 喂 有没有人哪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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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找谁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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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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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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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今晚就在这儿等 看是不是有人来出价 总之他出多少 我比他多十万 你不惜一切 要买这个房子 是 王先生 这杯水是吃鸭的 老师 你该吃鸭了 小柔 你还在等着神经病呢 你才神经病呢 不说八道 刚刚那位先生 他赶时接任 所以不小心落下钱包 他从陪人书院回来 就回来拿走的 他一百块喝一瓶可乐 一百多万买个破房子 他不是神经病 是什么 老兄啊 一百块喝一瓶可乐 很奇怪吗 相伴了 还有啊 人家又没说要去买房子 是你们瞎猜吗 那你有没有打开钱包 看一看哪 喂 要不我们看看里边 有多少钱好不好 不行 偷改人家东西多不好 你好 你最好 你慢慢等吧 我一直 retir线 快带了 咱们 我们走 我一选 咱们 你到底是怎么做的 好 咱们 蜖 我们走 让海 就席 你们 是 做饭呢 不是 斩计 你是卢校长的亲戚 不是 学校的想卖部 以前是我老爸打领 我老爸死了之后 校长留我在这里当相公 这么年轻做相公 你不觉得浪费吗 用一百多万码这里 你更浪费 这个是关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 没有人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就好像 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 全世界没有人能回答 当然是先有鸡蛋 根据达尔文老师的计划论 经过我十几年细心的研究所得 生第一个鸡蛋 只不过是一只99.99%像鸡的动物 并不完全是一只鸡 而它生的蛋 所封出来的动物 才算是百分之一百的鸡 所以这世界是先有鸡蛋的 你明白明白王先生 很深奥 对不起 我们读书人 要是说话是深奥了点 希望你明白 明白 达尔文老师吗 我明白 干什么 我看里面有没有可乐 里面有没有可乐 不关你的事 不知道有没有冰块 什么冷刺什么冰块 我不怕冷刺 干什么 干什么 不要喷着冰箱 还不管啊 还说是读书人 动手动脚还骂人 神经病 卢校长呢 不用等他吗 不用等了 他很晚才回来 别客气 鸡蛋 是啊 很新鲜的 我平时很少吃肉 多数吃鸡蛋 鸡蛋很有营养的 那只白切鸡呢 白切鸡 吃了那只鸡就没有蛋了 有鸡才会有蛋嘛 不是鸡有蛋吗 谁说的 达尔文老师嘛 你不记得了 达尔文老师 你怎么知道我们学校 有个叫达尔文的老师呢 你又说你没在这儿念过书 蔡金告诉我的 蔡金 你撒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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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陪人书院哪 你开车过去很快 你帮我 怎么今天有这么多人 去陪人书院呢 是吗 我也想回去看看 卢田那混蛋死了没有 蔡仙 这种人参乌龙茶很名贵的 我老公特地买回来 招待贵宾 你们城市人哪 整天都吃那些油腻的东西 喝杯茶 轻轻肠胃 对身体有好处的 我没吃什么东西 不用喝了吧 喝吧 王先生 喝了会很舒服的 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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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从十二岁开始 已经不喜欢喝热的东西了 免得浪费了你的人参乌龙 不给我面子 反正都泡好了 这样吧 一会儿凉了再喝啊 我真的不想喝 蔡新 蔡新 人参乌龙啊 毒素人习惯了清茶淡饭 这么浓的茶我喝不了 王先生 那你喜欢喝什么 我想喝可乐 没可乐 我们这里没人喝可乐 那么大的冰箱没可乐 冰箱又没可乐 不关你的事 可乐 我知道你是谁了 1975年 这里有一个很喜欢喝可乐的学生 因为他整天苦着脸 所以老师就给他取了个外号 叫他苦瓜 而他每次哭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一瓶可乐来哄他 你就是那个学生 娜娜娜 你就是那个学生 你也不用骗我了 我不知道你指哪个 站着的那个就是你了 每次你哭的时候啊 老师就用一瓶可乐来哄你啊 卢太太 我看你的记忆里真有点问题 我不是你的学生 我的记忆里有问题 不可能 这里每一件事 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1975年发生的事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是吗 你 那你看 你能记得哪把钥匙开哪个门吗 你考我 这一件 我记得了 我从来都不进小麦布 我没小麦布的钥匙 老师 还是去另一间吧 就这一间吧 是哪把钥匙 不记得了 这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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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 肯定是 是 死心了吧 苦瓜 我都说我不是苦瓜了 你是不是苦瓜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你不惜一切代价 要得到这个房子 我等你这个买家 十七年了 什么呀 对不起 我有点困了 失陪 蔡仙 找个房间 让王先生休息一下 老师的事情真的有点问题 因为我肯定你不是苦瓜 什么 我肯定你不是苦瓜 哦 这什么破学校啊 怎么那么多铁门呢 窗户也加了铁棍 加上你们两个 简直就是神经病人 也对 防止有人进来偷东西 校长不是派人进来偷东西 校长是派人进来之后想跑出去 你今晚就在这儿睡吧 卢校长收不收回来 校长不是那么容易见人的 你在这儿等等的 等多久 我说 你没时间吗 你没时间吗 其实 人从出生那一刻开始都是不停的在等 等吃饭 等睡觉 等日出 等日落 等公车 等朋友 等长大 等老死 没人知道还要等多久 可能是一年两年 也可能是一生一世 佛罗伊德老师说过 他说人生就是漫长的等待 这么有哲理啊 那你有没有听过李白老师说过 花开堪折 直虚折 莫待无花 空折之 这首诗是杜秋娘老师写的 那你又在等什么呢 你早点休息吧 晚上没什么事就不要到处乱走 就算听到什么声音 你也别管 因为不管你的事 不然的话 回来 听不 krump deine问题 今晚间 发现 Ara馆 回开 看 学会 处理 还警察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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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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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擦你眼睛啊 别过来 别过来 你 你 好 跟冰箱说话 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过来 别过来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这么吵 原来里面那个不是你啊 那里面那个是谁啊 我怎么知道 有人想杀我啊 为什么要杀你啊 不怕 我进去看看 有个屁用啊 你拿个破拖把 人家有刀啊 王先生 不是啊 拖把很有用的 但是我不记得带牙子了 钥匙 轮椅呢 这里就我们三个人 不是你 不是我 卢太太 你真够狠的 你想杀我 你出来 我怎么狠啦 还说不狠 深更半夜的你拿着刀干什么 我拿着刀削苹果嘛 听见你叫得像杀猪似的 就过来看看喽 我 我们都在这儿 里面是谁 钥匙 把刀给我 开门 你又考我开门 我就开给你看 我数三声 我们一块冲进去 一二三 对吧 我再数三声 一块冲进去 好不好 你在前面 一二三 出来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出来 没言的 肯定从这儿跳下去了 蔡青 你去追 我让大门包冲 好够啊 卢太太 开走 卢太太 你干 你怎么这么快啊 下楼给你开门喽 那赶快开啊 有没有看见人经过啊 等等 你是坐轮椅的 为什么比我还快 老师 到谁见谁压了 人呢 外面看到没人 怎么没人 我看见他跳下去呢 你又撒谎 又撒谎 又撒谎 我没撒谎 你才撒谎 你明明可以走路 为什么要坐轮椅 你有手有脚的 你为什么要坐车呢 坐着轮椅到处走 又快又方便 你没看见 每一层楼都有轮椅 我们这些老人家 可以坐就绝不走 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进去喝杯 人参乌龙定定精了 喝了这杯人参乌龙啊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喝吧 喝了 喝了 我都说了 不喝热东西 你为什么非要我喝 还是七点五十 这个地方有点怪 你们有问题 我现在要走 我现在要走 你走了 要是有人来买这个房子 我可就卖给他喽 你想清楚没有啊 你敢把这个房子卖给别人 我就一刀托死你 住手 我 拆刀是不能从死人的 拆刀只能够砍死人 把刀放下 怎么 胡啊 想杀我 拿着烂拖把 他 来 王先生 经过我多年细心分析 推枪研究 拆刀 是公元前两百年 秦买的伟大范名 拆刀 隐藏普通百姓之家 炸底千里之外 我要冲犯了一句支持 当年陈胜 吴广的大则相捷干起义 所捷的干 就是拖把棍 如果你看不起 这个拖把 你不止侮辱了我 还侮辱了陈胜 吴广 别再说了 我把他带走 看你怎么把房子卖给人家 别过来啊 开门 我没钥子 老四才有压死 那你别过来 开门 你先放开我 我老眼昏花 看不见钥匙孔 你 进去 到小门部去 从医署的一千再出来 快点 哪把 这把 开啊 你自己开啊 谁开我的冰箱啊 哪里 那把 为什么要碰我的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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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人碰我的冰箱 没人碰你的冰箱 为什么碰我的冰箱 你那个烂冰箱啊 又破又旧又生锈 你这么个踢法 当然门都关不上了 拜拜 走 走 我 上车 上车 坐好 把脚放啊 走 不许乱碰东西 不许笑啊 不许笑 不许笑啊 还不许笑 后面 啊 我看你没回来找钱包 所以下班就特地给你送来了 谁知道刚到就看见你想开车走 我一急之下就过来叫你了 谁知道你又听不见 所以我就用力拍车子了 哪知道这位老太太看见我就吓晕了 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下次她更好 老师姐没有 好点了 不行 还是去找找那本古法先鹤 针灸大权参考一下 这位就是卢太太啊 就是她喽 好大一个人参味 人参味 就是那壶人参乌龙喽 人参乌龙 好饿提神哪 卢太太 喝口茶吧 什么事啊 不能喝 不能喝啊 不能喝 为什么 那你又叫我喝 你 是不是茶有毒 完了 我肚子疼啊 财新 你是不是喝过这杯茶 你有没有喝过这杯茶 你有没有喝过这杯茶 我身上厕所啊 茶里有毒 为什么要毒死我啊 你 你是凶手 我不但要毒死你 我还要把你碎尸万段啊 我又没杀死你 我怎么是凶手啊 为什么要毒死我 不许笑 你要干什么 为咱们打打死 快跑 他这是毒人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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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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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新 彩新 一定是凶手 彩新 快走 这里人都是神经病 快走 快开门 凶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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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门扫上了 肯定是财新宿的门 等等 等等 把钥匙给我 不 放手啊 给 你们钥匙给我 你放手啊你 我饿 快点 开门 开门走 走 是哪一把钥匙 随便拿一把 你试试 你试一试 哪一把 你别问我是哪一把 我不知道是哪一把 老师问我问题 每个人都问问问题 问我有手有点 干嘛要坐车 怎么难我这么回答啊 这里有没有电话 叫你不要问我问题了 我 我咋伤人啊 我要打电话 叫救护车 我要打电话 里面有电话 锁住了 你把钥匙 不要问我问题 哪一把 不要问我问题 你 去哪儿啊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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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行了吗 打不了啊 怎么会这样 你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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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 谢呢 新款手机啊 王八蛋 怎么打啊 凤婆子 骗我 怎么会这样 骗我 骗我 你要去哪儿啊 你找什么呀 出雷 看你回哪儿跑 死疯婆子 你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找 你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找 你 你快点 给门过上 走了 怎么办 你有钥匙啊 那把 噓 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没杀你儿子 老师 小强同学死了吗 什么时候死的 沈靖兵 我连蚂蚁都不敢踩 怎么会杀你儿子 1970年 我们的宝贝儿子小强离开了家 说要出去闯一番事业 我们虽然很少联络 但是他每年的春节都会回家来 一家团聚 1970年 我们还像往常一样的等他回了过年 但是等了很久他都没有回来 终于有一天晚上 小强拿着一个木盒子出现了 我好开心 因为儿子终于肯回来陪我们了 后来 我帮他收拾房子的时候 就没再见过那个盒子了 那年 春节假期就快要结束的时候 有一天半夜 我们正在睡觉 听到小强的房里 传出吵架的声音 我们就过去拍门 突然听到两声枪声 我们就冲进去 看见窗户打烂了 满地都是碎玻璃 小强 小强一身都是血 躺在地上 小强 用最后一口气 让我们两个忏悔 爸爸 原谅我 他说他在外面 认识了个坏人 带他一起去抢街 小强把那些赃物 全都带回家了 那个家伙 追到家里来 要把东西 还给他 小强不肯 那个家伙 就开枪 打死了小强 可怜的小强 临死的时候 还求我们 原 原谅他 原谅我 真的好感动啊 要不你先擦擦眼泪 放了我再说 后来我看报纸才知道 原来那件脏物 就是价值连城的白玉宝吗 虽然我们不知道 小强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但是 我知道那个凶手 一定不会就此罢休 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拿走的 所以 十七年前 我结束了这间学校 然后用一个高的不合理的价钱 出售整个房子 我知道 谁愿意 出这么高的价钱 买这个房子 他就是杀死小强的凶手 凶手 就是你 不要乱来啊 如果我是凶手 我一进来就先杀了你们 然后再慢慢找啊 他说的有大力 在这儿找东西容易吗 陪人疏愿 每天都有警察巡逻 要是警察看不到我们两个 一定会进来看看发生什么事 老四四的有大力 没道理 没道理 如果我是凶手 要不要等十几二十年啊 你 你这个小兔崽子 是吗 你叫采进狗事里 你叫采进监狱里 你还不承认 你是不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你们几个编故事 也变得太好了吧 你 你 你说我杀了人 证据呢 还有尸体呢 谁想死撑 财新 都走 几所不欲各式欲人 孔子老是骄傲的 你也不想被这个拖帕打你吗 这个拖帕跟了你这么多年 万一打断了 可你怎么对得起陈胜无光啊 你说得有道理 本来让你玷污这只神圣的吞巴 老师 这把菜刀拥有 我就用这把菜刀砍死你 独树人不滥用私情 他说的有道理 独树人不能得罪 独树人报仇的手段更残忍呢 老师说的有道理 你们办学校的 你们念狗师 念狗师啊 不用你来教训我们 我们替小强报仇之后 我们自己会去自首 我已经连家里最后一只 混下单的鸡都杀了吃了 证明我替小强报仇的决心 绝不延毁 菜心动手 通关者卿 孤语有云 我们应该听听局外人 说句公道话 美女 如果说她是无辜的 根本没人相信 哪有人会用这么多钱 买个这样的破房子啊 如果你不是凶手 就一定是神经病 我不是神经病啊 那就是凶手 我不是凶手 我没撒谎 救我啊 我长得这么难看 你还把我叫美女 还说不是撒谎 你们的故事 实在太感动了 我很同情两位的遭遇 你们要报仇 也是完全应该的 她 该死 蔡新 动手 两位有什么事啊 不好意思 陆太太 这么晚了还打扰你 没关系 什么事啊 我们看有辆车停在那儿 不知道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所以特地来看看 有人来看你吗 是 有人来买房子 有人来买房子 对 终于有人来买了 要恭喜你呀 陆太太 谢谢 进来喝杯茶吧 不用了 我们不打扰你了 我们先走了 再见 谢谢啊 谢谢 怎么晚了 谁敲门呢 两个警察已经走了 蔡新 动手 两个 刚才有警察来 为什么不把他交给警察 我们要亲手为小强报仇 他死不足惜 这怎么行啊 他应该接受法律的制裁嘛 我已经等了十七年了 不能再等了 他今天不死在我们手上 小长是不会开心的 你们这么做是不对的 应该把他交给警察嘛 把我交给警察 把我交给警察 把我生之于法 我也同意 应该把他交给警察 有警察我当然交给警察了 但是现在没有警察我交给谁啊 干脆我一刀砍死他算了 我有点困了 蔡新 动手 警察回来了 我有救了 我们毕竟都是读书人 不应该 知法犯法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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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什么事啊 我来买房子 买房子 你 你为什么想买这个房子 要知道原因才能买吗 不是 不是 但是一百二十万 你不觉得贵了点吗 你们要这个价是因为你们觉得值 我拿一百多万买也是因为觉得值 但是我先来的 除非你出价比我高 不然的话你买不到这个房子 那好 我出一百五十万 多你十万 一百六十万 两百五十万 多你十万 两百六十万 三百五 算了 不说了 图个吉利六六无穷 三百六十万吧 卢太太 卢太太你看 她不惜一切代价来买这个房子 她才是那个买家 小姐 请进来坐 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彩花心了 很好听啊 这儿没人打扫吗 不好意思 本来是我打扫的 但是今晚比较忙 彩花小姐 请坐 对不起 你先坐会儿 我要给卢校长打个电话 看看她有没有改变主意 卢太太 电话 没有心 你耍我呀 我要出去打电话 来真的 现在没警察吗 刚才你也说我该死 财花小姐 财花小姐 河北人参乌龙 是卢校长 特地买回来招待贵宾的 是吗 是啊 哥吧 哥吧 是挺像的啊 卢太太 我替你的儿子小强报了仇了 啊 这么快 来来来来来 啊 这么快啊 那个财华 喝了你的人生乌龙啊 那又怎么样 茶里有毒啊 他喝了还不把他给毒死啊 神经病 茶里怎么会有毒啊 神经病 你不是很想我喝那杯茶 想毒死我吗 你忘了 哎呀 毒药啊是放在茶壶里的 茶壶都打碎了 哪还有茶壶啊 那还有没有第二包啊 我还有一箱呢 我老公就快回来了 麻烦你等等 先喝杯茶 乌龙茶很香啊 是啊 很香的 要不你喝吧 不要 你喝了 还是你喝吧 我刚刚喝了一杯 老人家 不喝夜茶 喝了我怕睡不着 但是我喝了又怕尿尿啊 不怕的啊 这儿以前是男女校 有很多厕所 你喝多少 尿多少都不怕 我还是不喝了 你不喝啊 也就是不给我老公面子了 一会儿我老公回来 不肯把房子卖给你 我可不管啊 那倒是啊 不过怎么说 我也是晚辈 这杯我敬你 老师 老师姐吃药了 我要吃药了 喝茶吃药 药没效的 这杯还是你喝吧 好 卢太太果然快人快语 恭敬不如从命 我就喝了这一杯 一杯子有苍蝇 你干什么 把茶杯给我 喂喂喂喂 你不是又想把他交给警察吧 不是啊 小强会不高兴的 不是啊 你们猜那个才华有多大 他猜了那么多粉 谁知道啊 问问就知道了吗 怎么样 二十九 要不要我进去问他 要不要杀人 好啊 等等等等 二十九岁 那十七年前 也就是十二岁了 十二岁怎么会杀人呢 怎么 你们没见过 十二岁的孩子杀人吗 没有啊 你见过吗 我差一点点 就是没有了 没有 没有 展望小姐 不好意思啊 请问你 来买房子 是帮别人买 还是自己买 我帮我老公买的 那你老公多大了 他比我大七年 就是三十五岁 老师是三十六啊 喂好像正好啊 什么正好啊 他的意思是说 你跟你老公年龄很合适 是啊 很多人都这么说 那你老公什么时候来啊 我也想看看他跟你有多合适 他一会儿就带钱来了 哦 那就好 有多好啊 你老公来了之后我就可以去睡觉 你说好不好 是很好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要问的啊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 自业消啊 卢太太 杀人不是你们读书人的专场 所以我精心设计了一个天衣无缝 今天动地绝世的好点子 让你们可以很高雅很悠闲的为你儿子小强报仇 那首先破坏他的车 已经坐了 就像破坏你的车一样 臭小子 原来是你把我的车给破坏了 是要找吩咐的 你要负责替我修好 行 然后呢 然后去收拾一下四椅的教室 把桌子凳子拼起来当床 拼好了 然后 带那个女的去教室 把她休息一下 带着呢 你没看见吗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据了我完全明白我设计的整个计划 卢太太早说过 如果有人买房子就用这方法对付她 你的点子都是超她的 那你 然后怎么样 然后 然后很简单 就像刚才卢校长假扮神秘人 拿刀进房间砍我一样 一会儿我拿把刀悄悄的进去砍他 等他老公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少对付一个人了 你说什么 说我假扮神秘人拿刀杀人 我们读书人 从来不会捂刀弄箭的 刚才我睡觉的时候 你偷偷悄悄的拿着刀进来砍我 你忘记了 谁看你别人忘人 那你一定是你撒谎你撒谎你撒谎 你撒谎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不过刚刚有人出三百六十万买了 除非你出的比他多 不然你就买不到了 那他付钱了没有 还没有 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 我这里有三百六十万现金 我们马上可以交易 你把房契给我 我给你现金 先生 请进来坐 先生 你归姓啊 姓谷 谷先生 谷据一天 我去给我老公打个电话 看他有没有改变主意 我看不用那么麻烦了 反正我把钱都带来了 我想他不会改变主意的 麻烦你把房契拿出来吧 菜心 谷先生 你请坐 你请坐啊 坐啊 请坐 喝杯人参乌龙 是卢校长特地买回来招呼贵宾的 是啊是啊 喝吧 喝吧 喝啊 我不喝热的东西 对啊 你们冰箱里有没有可乐 冰箱有没有可乐 不关你的事 我不喝就是了 你那么凶干嘛 不好意思啊 时间对我来说就是金钱 麻烦你叫那个老太太快点 来了 来了 她能走路啊 很奇怪吗 你也有手有脚 为什么坐车啊 舒服吗 坐轮椅又舒服又快 老人家还跟你慢慢地走啊 房契呢 等等 三百六十万呢 都在这儿了 糟了 忘了密码了 要不喝杯人参乌龙慢慢地想想 我都说不喝热的东西了 为什么你老逼着我喝东西 见不到钱 见不到钱我们是不会给你房契的 就是你就是你 你就是刚才到我房间杀我那个神秘人 把门都轮到老公 住嘴帮分 快来 快来 老婆 老婆 老公 我在这儿呢老公 救命啊 防了我老婆 不然我一槍叫她的头开花 疯了我老师 不然我一棍地打死你老婆 是吗 你拿这个烂托把跟我讲条件 我这可是枪啊 我看清楚了 陪我这三年对枪械弹压的细心专严 我肯定你这把是改装枪 只能射教练弹的 你怎么肯定 是 不如我们找个工匠 说一二三 然后你开你的枪 我叫你过来打下去 好不好 好啊 但是一定会后悔的 陈爹 麻烦你 我 去呀 我想做还做不了的 啊 兽 邪 邪 邪遇了吗 小王 一 二 三 三 不要 枪是假的 下场 散开 本小姐你也敢碰 害怕了 不许动 老公 不许动 蔡新 这两把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肯定这两把枪都是改装枪 但是里边的子弹会要你的命 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呀 是这三年来鼎鼎大名的 女贼小花苞 陆彩花 认不认识 你也你呀 笨的就会藏起来研究那些 教练弹的玩具枪 连我都不认识 你这笨死了 你太可怜了你 老婆好棒 棒是吧 你干嘛打我 你拿我的命来开玩笑啊 玩玩吗 好玩吗 你们两个老家伙 通通过来走过来 把卢强藏的白玉宝马拿出来 快点啊 你 你开枪吧 反正 我们也不知道小强 把白玉宝马放在哪儿了 不是吧 你不知道在哪儿 你想骗我们啊 我没有骗你们 你高兴的话就把我们两个打死算了 你还嘴硬是吧 好 那我就把你老婆打死 看你一个人怎么孤独终老 喂 你千万不要乱来啊 老婆 什么 你带着这四个笨蛋进去找 我带着这个死丫头进去找 为什么你要带这个丫头进去找 我知道你平时啊喜欢找东西 好 你喜欢找是吧 老家伙 你带他进去找吧 不是吧 老婆 抱着 小心点 她可是老太婆啊 我有办法 为了不影响你们夫妻俩的感情 你们两个进去找 我们全都在外面找好不好啊 你是不是饶死你 我胡说 快点 老人家怎么快啊 迷失老人家吗 走 少废话 进去 翻柜子 翻柜子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不要碰我的地下 不打开怎么知道也没东西啊 里面没东西 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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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里面没有 里面没东西 没东西我偏要看 过去 过去 你也是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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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动 出去 到外面去找 去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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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 出去 出去 走啊 走啊 快点 怎么样 饭变了都没有 我们也是啊 在哪儿呢 不许动 给我翻花园 走啊 怎么 糟糕大哥手也软了 继续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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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过来挖这里 那不能挖 不能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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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听错吧 阿叔 不能挖 不能挖 所有的人都来这里挖 不能挖 不能挖 我天有啊 不能挖 不能挖 这里真的不能挖 不能挖 不能挖 为什么不能挖 你是不是活腻了你 过去 别挡着 不能挖 你想怎么样啊 全都过来这里挖 不能挖 小张 老师 你们先过去 是啊 快挖 挖 就挖吧 我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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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你 你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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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强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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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强 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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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 怪我 強 小强 你 王八蛋 打碎我的东西 我让你们全部一起死 小强的事 我一个人负责 你们杀我吧 你杀我吧 小强是我儿子 我们是一家人 不关外人的事 你放他们走吧 不行 一人为孙 重生为父 我不能看到你和小强死的 你杀了我吧 你杀了我吧 太强了 有种就开山杀了我 我最恨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自以为是 什么玩意儿 乌贵王八蛋 死八国 炒牛石 我呸 老公啊 他们都是神机病 咱们各个都抢着死 我可以证明 他们是神机病 他们全都是疯子 杀他们 还浪费子弹 这里就我一个人正常 杀我 开庭杀我 杀我 我不杀你 你这个死八婆 你以为你家的两个小法家 很可爱很臭美吗 我先杀了你 救命啊 叫救命就行啊 你不是不害怕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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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动 放下枪 杀起来 不要 veulent 放下枪 快点 manufacturer 怎么 你没事吧 没事 幸好你们及时赶到 不然的话我们就死定了 你们怎么会来的 有人报警啊 不是 因为他 上车 他犯了什么罪啊 王小明是个精神病患者 他从精神病院偷跑出来 而且还截了一辆车 还逼那个车主叫他开车 刚才我在这儿巡逻的时候 吴义忠发现了这辆车 于是就打电话 通知精神病院的人 抓他回去 谁知道吴义忠在这儿 发现了潜逃了 十七年的通缉犯 谷居天 所以说我们应该 谢谢王小明 他真的是神经病 医生 你让我还了 最后一个心血行不行啊 你还会不会逃跑啊 不会 这里有这么多警察 我怎么跑呢 我这次回去 不会再出来了 其实外面的人 比精神病院的人更疯 我只是想告诉他而已 好 我再相信你一次 你以后不要再连累我了 谢谢你啊 医生 太心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喂 你 什么事 你让我打开冰箱 看一眼 不是 没人能碰我的冰箱 蔡新 每个人都有个心愿 对不对 我知道你也有 你也想有人 替你完成这个心愿 这也是我唯一的心愿 我这次回精神病院后 这辈子不想出来了 让我看一眼 了了我这个心愿 求求你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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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 我十二岁那年 我把我那个人面受心的继父 咬了个半死 那些人说我是神经病人 要把我关在精神病院里 一辈子都不让我出来 每个月 我妹妹都会来看我 这个世界上 只有她一个人会来看我 她每次来 都会给我带来好多好吃的东西 还买渴了给我喝 直到有一天 我妹妹得了重病 医生允许我去见她最后一面 我妹妹对我说 以前在陪人念书的时候 有个男孩子长得傻傻的 头发乱得好像一颗菜心似的 但是对她很好 在陪人突然结束的那天 我妹妹哭得很厉害 这个男孩子 给她买了一瓶可乐 但是我妹妹只喝了一瓶 那个傻瓜 居然说要保存那瓶可乐 我妹妹 是根基辅姓的 她叫施小丽 同学们 都叫她苦瓜 她跟我说 她一定要回陪人看看 如果看不见那半瓶可乐的话 那就算了 如果看到那半瓶可乐 就对那个男孩子说一声 对不起 走吧 古瓜 走吧 蔡新 是时候离开这里了 把以前的事忘了吧 不行 我不能忘记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 都是她陪人赎约 就是我老喜欢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 我有一生中最快乐的记忆 都在循玟 那小时 而那一生中最快乐的 你 对不起 因为我 这种矛盾 所以说不清 有些地方我们仅有面对 不能只靠爱与隐藏不对 你的生命满是一切完美 我不想使你生命蝴蝶 生气一气 太早事该太多 爱的生气 不愿经历水土 爱的地道天荒 爱的天长地走 也不一定要早早暮暮 爱的痛苦 天天地地的哀愁 紧紧拥抱在心头 这爱在心中舍不得放手 看了爱意的整体 看有面对的现实 爱与隐藏不对 你的生命满是一切完美 我不想使你生命蝴蝶 生气一气 太早事该太多 爱的生气 不愿经历水土 爱的地道天荒 爱的天长地走 也不一定要早早暮暮 爱的痛苦 爱的天长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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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天长地走